哈喽,四岁班的小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Good morning, everyone. Today, we want to learn A, B, C. 来,同学们,现在我们打开27页,27页。 Page 27 Color the letter X and pictures. How? Today, we want to learn the alphabet X. How? X for Xylophone. Xylophone. How? What is the Xylophone? 是我们玩的,有很多颜色,是乐器来的。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X怎么写。 很简单的,我们来看,就好像一个打叉。 The first one,这边有number,一,然后二,两话,就好像一个打叉。 大写的X和小写的X也是一样的,一大一小。 好,来,我们来看这边,一样的,这里有点。 来,我们来看,这里有点,就要从这里开始。 一个打叉,X。 X。 好,所以这里有虚线,这里有很多虚线的,你们自己去写。 再来,来到空格的地方,还记得我们第一话怎么写吗? 要从左边这边下来,再从右边这边下来,X。 一个打叉,要照它的那个顺序哦。 对吗? 左边先下,一横。 好,就画打叉。 X写完了,我们现在来写Y。 Small letter Y。 Color the letter Y and pictures。 好,Y for Yoyo。 Yoyo,摇摇球。 你们会玩吗? Yach。 Yach。 Yach是这个,翻船。 好,我们现在来看Y怎么写。 一样的,你们有看到这边有Y吗? 然后它有一点。 所以我们要从这个点, 开始写一个竖弯。 然后,第二话。 这个是Y。 Y。 好,来,我们来看下面的。 有虚线的。 然后呢,前面也是有教你们从哪里开始。 竖弯,然后 竖弯Y。 Small letter Y。 这是小写的哈。 Small letter Y。 有,会吗吗? 怎么写。 好,空白的部分要怎么写Y。 空白的部分要怎么写Y,还记得吗? 竖弯。 这个也是竖弯Y。 Y,再来一次。 Small letter Y。 很简单。 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功课就是写X和Y。 BYE。 BYE。 感谢观看